院长苏光头日前请辞待命,府方近日将宣布新人选。 据悉,前圣骑士见人可能性最高。 今天传出陈圣骑士已经点头答应接任。 最快明天公布,圣骑士将接替苏担任院长的消息。 已经在岛内传了一段时间,日前岛内高层也透露,圣骑士组团很快就会发生。 不过圣骑士日前接受采访时,多次强调会长没有争取我。 没有问过我,还反问你相信忠实的报道吗? 不过今天传出,会长已经在农历年期间与圣骑士见面。 见人答应接下重任。